杨千华 然后在家会放一些音乐啊 佛经 现在我刚发片呢 我就会将自己的唱片 一直在家里面去播 播几次这样子 让它好好去 就是认清楚妈妈的声音 然后就是会开一些美丽的东西 好像我每天都会叫 就对镜子讲话这样子 就是希望可以看那些漂亮的东西 所以每天就我常常去照那个镜子 然后会就是找一些比较帅啊 比较漂亮的朋友出来见面这样 就是没有来着是会 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心情 我觉得应该好好去享受 怀孕的时间这样 同时杨千华透露 自己已经做好了临产的安排 更叫声大不了就自己在家里生产 其实我都安排好 那然后如果是有一些特罚的事情 可能比预期早一点的 你可能需要就是去那个政府医院 但是我相信香港医疗 医疗季度应该是可以生活 然后是突发的东西 它应该好好去处理吧 又不然最坏的打算 我们就回到古代 在家里面自己生产了